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探测仪的两人每一次都可以成功地避开怪风 走着走着 来到了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 秃头大叔旁边围绕着八个少女 怪风突然袭击了过来 只见秃头大叔的手里也有一个探测仪 怪风撇个岔后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 大叔发现了他俩 然后俩孩子就被关了起来 在搜身的时候 还搜走了麦克的探测仪 大叔悄悄地把麦克喊了过来 问他 探测仪要怎么使用 原来大叔躲避怪风的方法 是用的物理方法 他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探测仪 麦克看出来 这个光头不是个好人 就不愿意说 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用小白来威胁你 他在小白身上安装了困音器 然后威胁说 要把怪风吸引过来 结果光头大叔被他们给反杀了 军人大强 在自己的家的窗户外面 看见了俩孩子 用探测仪救下了一个女老师 女老师和大强都很好奇 于是俩大人就向麦克求教 四个人找了一个空荡荡的房子 准备坐下来慢慢谈 女老师认为 是自己做的实验 把怪风给弄了出来 阿强则认为 这是老天的指示 半夜 怪风突然袭袭了过来 还好麦克用探测仪 把怪风给赶走了 第二天 四个人来到了位于城区的教授家 他们想要弄清楚探测仪的原理 结果刚一进门 就发现水桶旁边一堆的大碎石 很明显 教授已经领了盒饭了 但是女老师还是不死心 就准备自己去调试探测仪 就在这个时候 怪风又吹了过来 而且这一次小白牺牲了 麦克看着实话后的小白 心里面有受不出的伤感 女老师也很自责 三个人继续赶落 来到了许愿之地 但是许愿之地就是一片空旷的草地 突然天上的风云突变 还伴随着当当当的声音 探测仪显示这是超级大风 只是很奇怪的是 刮过来的大风只是横向的 从他们面前穿过 没有攻击他们 而且怪风里面突然出现了 大强死去的老婆 大强不顾一切冲了过去 可惜他也被失化了 小白和大美也突然出现在了怪风里 麦克走了过去 妈妈大美告诉他 这是阴阳两格之地 然后他就带着小白走了 给麦克留下了俩美丽的背影 这时候怪风也突然消失了 草地上出现了 大美留给麦克的一封信 打开后才发现这又是一张地图 看来女老师和麦克之下有的忙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